在0206地震發生過大概幾個月時間 來開這個成果發表會 這時機是非常適當 在科技部歷來推動的很多方案裡面 我覺得跟食物結合最多 參與的單位最多 而且大家在裡面做的積極度最熱心的 應該就是這個方案 因為其實我們台灣歷年來 歷經這麼多的不管是摩拉克 921到0206 其實對大家心頭都造成很大的創傷 那怎麼樣去彌補這些災害造成的損失 不管是事前還是事後 其實科技部這邊這些研究 都帶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等一下我到外面去看 不過我事實上先前在幾次相關展覽裡面 我接觸到一些單位 其實我剛才講說 大家這個參與研究的這些同仁 這種用心程度跟動機之強 我剛才已經講過是歷來少見了 但是這個出道用時方案很少 做了這麼多年 然後碰到一個0206 我們才發現說其實還有很多要努力的地方 那0206我當然到現場去看過 即使我想中國市長也在現場 然後後來我們就提出了補救方案 補救方案大概就是我們後來 取的一個名字叫做安家雇員 安家雇員這個方案 是由內政府來做規劃 但是其實以後的執行 會牽涉到很多單位要配合 然後防災應用方案其實既往開來 過去做得不錯 我覺得非常認可 但是將來面對這個安家雇員 我們實務面去把這種 過去沒有正式面對的問題來面對 我想內政務背後 也需要科技部的支持 然後第一線的執行 也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 我想我們今天 我開場就用這0206的實際案例 來對這方案做一些期許 我知道過去大家都非常辛苦 但是我們將來 博士必須上了客機 把這方案執行效果 以後更提升 這樣我想我們 將來在面臨這種大的災害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安心的去度過 謝謝大家